過去的分析師看漲說漲看跌說跌 天天漲停板每天說賺錢 但是這個人不一樣 他要給你最獨家的預告 帶你一起領先把握股市機會 他就是摩爾投顧郭哲榮投資長 歡迎收聽榮亞華爾街 大家好歡迎收看榮亞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這裡 今天是1月6日 台股開盤18395點 中場收在18367點 跌132點 由小飛龍就業數據支撐的12月ADP就業數據 是遠遠優於預期 但是隨著聯準會公布偏鷹派的會議紀要之後 讓債市遭逢拋售的賣壓 那美股四大指數也在尾盤的時候 後級跌下插收黑 那台股在連續8天突破歷史高點之後 今天下跌回吐了前兩天的漲幅 上櫃指入更是跌破月線 難道台股大盤準備要上演萬八關卡保衛戰了嗎 後續排式解析我們交給經濟日報 全國冠軍紀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9telegram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講座場場爆滿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郭哲榮投資長 頭長好 肉依各位觀眾大家好 頭長好 今天我們看到台積電 雖然是有點漲多 稍微休息了 但是其實都跟你說的一樣 仔細看 之前我們記得在節目當中 頭長有給大家一個比較圖表過 有跟大家預告說 台積電在1月的時候 就是會金金漲漲 一直漲上去 但是相較於上櫃指數來說 就是相對稍微疲弱 果真今天看到貴買市場 真的是相對稍微弱勢 但你那時候提醒大家一個重點 中小型股 尤其台積電資本支出概念股 是 今天萬潤星雲 恭喜大家 這都有預告喔 是啊 你繼續說 對因為像星雲 就是演講送給大家的標股之一 今天是上漲超過6% 將近6% 頭長怎麼看接下來的走勢呢 同樣在接下來走勢之前 我要抽拼個30秒 我跟大家講 肉也可以作證 我是不是在台積電1月沒有噴出之前 那時候600元以下 我一直說600元以下 老天爺送給禮物 而且時間點我都抓得很準喔 對啊 為什麼抓得很準 因為我在去年 我講最大力的口號是 聯電比台積電強 我講是去年 我最重要是去年 去年來說 聯電 今年買聯電不如 不如買台積電 今天買台積電不如買聯電 所以去年看12月31號之前 的確是聯電比台積電強 是啊 可是在這個時候的時候 我在過年之前的時候 我在正式強調 去年1月台積電是一波到底行情 然後休息一整年 沒錯 所以我告訴你說什麼 今年1月有機會複製 一波到底 669元 還有一個今天來到什麼 721還是712 721元 721元 是巨額交易 明年福利社會告訴你 為什麼他買721元 再表示什麼意思 好不好 因為這個沒關係 明年福利社會跟你講 我們會精心規劃 肉依哥我也是身兼製作人 會跟你講 好 所以我先跟你講 去年聯電比台積電強 今年台積電1月底會狂噴 都符合我預期 可是台積電狂噴後 我告訴你上位指數本來就注定要弱 為什麼 因為去年怎麼樣 1月上位指數弱啊 對啊 可是去年1月上位指數弱的過程中 誒 有誰會搶 台積電資本支數跟電谷 萬潤就真的很搶 是不是 所以各位你看 你去想想看你也要找你的分析師 好來看一下 之前是不是有講 是不是 對 萬潤很搶 然後咧 35837 我是說一波到底 我說你可以用十字線來看嘛 我好像有講過嘛對不對 是不是十字線 對 有喔謝謝你提醒我 十字線有沒有破 還沒有破 它是一波到底 你懂不懂 一波到底 沿著十字線 都沒有破代表強勢的股 一波到底的漲法 所以35837 跟萬潤都是一樣 所以你今天會覺得說 台股好像很弱 哇 廢得變鷹派 廢得鷹浪太強 不晃會掉在地上 我相信有聽過這首歌的 應該都是老朋友啦 我有聽過 我唱一唱 嫌老了好不好 投資廟 我要講的是說 你去想想看 你要找你的分析師 全部如我規劃所料 除了這以外 我們來深入看一下 同朋友 你看一下這些東西 我真的是 不是我要臭美 可是真的還是讓我臭美一下 來 那如果是我們中管的 中管的或廣播的 或 podcast的 同朋友你不要擔心啊 好 下禮拜我會專門 專對廣播 來拍個節目啦 好 拍廣播節目好不好 好 大家都辛苦啦 就跟大家講 沒有辦法 不然你們有時候 聽不懂我要講的圖表 好我剛才講到哪邊 我說其實廢的喔 不是廢的 我說台股喔 在這邊 1月 我那時候簡單的一句話 肉眼看清楚圖片 1月是不是台積電 去年1月是台積電一波到底 然後沒動了 貴買先下後散 所以現在貴買很弱 你不必擔心啊 像莊小型個股殺了 提累咧 你根本不必擔心 還在預期之之類 到時候過完年後 它會噴出去 好 那現在你說廢得要硬派 沒關係 先請我微微的到來 今天最強的是不是 就是新雲萬潤這些股票 對 來 外資求饒是買盤 其實《觀光時報》很壞喔 這個不是我設的標 我改的標是別的 因為他 你知道為什麼他講外資求饒是買盤 他會給我改標題 你知道為什麼嗎 嗯 肉眼猜看看 我在《觀光時報》投稿的文章 因為他知道喔 買這個就 用這個標題 對 大家就知道是誰說的 就知道是我說的 然後就可以吸引仇恨 聰明喔 然後網友說 阿哲哲你別說了 你聽得懂嗎 就會這樣子 哲哲你別說了 對就會有A派B派的言論 是是是 就會有這樣子 就會有這樣子 好聰明喔 他很聰明喔 因為其實他們說 哲哲很容易吸仇恨 也很多人粉絲 網友說這樣子 好不好 跟大家講你看清楚 外資求饒是買盤 老手接中小型股 噴出時刻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然後你看喔 果然太紅關係 上一個老手已經失蹤了 三位快點買 我跟你講 求饒是透Q 我變透Q 我變透Q展了 投資產變透Q展 每次新聞發出 求饒是買盤之前 準備要回軟修正吧 哲哲 不要不可能 罵我 都有 我吸引仇恨 有沒有 結果呢 你看這邊 老手接中小型股噴出時刻 那我怎麼說 你看清楚喔 來 就是說一月 中小型股個股 會很弱對不對 可是有些股會很好 誰叫我那麼紅 來看清楚 一月中小型個股 沒有行情嗎 我用這邊可能比較小 我們直接用 我們直接用新聞來看 好 求饒是買盤對不對 對 來肉眼幫我唸這一段好了 好 一月的中小型股 就沒有行情了嗎 在全面噴出之前 投資長觀察到去年一月 台積電資本支出概念股 隨著台積電大漲領先反彈 反應 而今年初步也有這樣的現象 像是3583星雲最近漲幅將近三成 還有6196的凡宣漲幅將近一成 6187的萬潤漲幅接近一成 一成 還有3680的加登也是 漲幅近一成 對沒有錯吧 那你看喔 是 這些個股幾台積電資本支出概念股 都有萬在續牆 在續牆 是 Bingo 這前幾天的文章啊 對 同朋友我的節目就是可以領先這世界 就是可以領先報告你這些東西 領先台股領先世界 同朋友 在有誰有跟你講一月行情文噴出去 有誰跟你講12月台股上一萬八 沒有人講嘛 有很多人每天斷端其去講我的話 可是我就有這個能力嘛 我粉絲就多嘛 很多都可以見證嘛 我通常LINE粉絲人數最多的人 你可以打聽一下什麼叫嘖嘖 你加入我的LINE嘛 你可以加入LINE 你去三一晚搜尋就知道我的LINE 這我不便在那邊講啦 有廣播不能講 所以我才分開路 麻煩 沒有辦法我們要符合法規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來 在這邊喔 你不能是LINE跟Telegram 你去看一下我是全台灣最多的分析師 粉絲人數 那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這些都是預告 那預告耶 同樣你也不要緊張 現在的行情是真的很難做 可是難做之餘 你會看到我看到很多的未來 我今天要給大家一些邏輯上的思考 眾所皆知喔 我是領先全台灣 甚至全世界 我拜託你 你可以去打我臉 歡迎留言 可是到現在一直沒有嘛 我每天搶那麼大力 也沒有人講那一句話嘛 我是第一個把Omicron 病毒跟疫情終結 劃上等號的分析師 是 疫情終結 不代表它完全不見了 而是說就是疫情變流感化 的分析師 疫情變流感化其實 以前也有人講過 可是Omicron它是個轉機 因為那時候一開始出現的時候 肉依是不是很緊張 是啊 它不用緊張 為什麼不用緊張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最新的新聞 好 每15人就有一人染疫啊 宣布放寬入境規定 免出示 檢檢報告 是 那它現在就是用那種什麼流動性的 叫什麼 側向流動性的篩檢 對 反正那個就現在 就現在 燕運辦啦 燕運辦你滴下去 或是一些那個 快篩劑你知道嗎 比較像快篩 就不是PCR這樣 比較像快篩 不是PCR這樣子 好像比較快篩 那個快篩以前會準 有時候不準 病毒量不夠 對 那這種病毒量夠的時候 它就很準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它現在宣布放寬入境規定 你以前叫PCR 現在不必 我不管你PCR 什麼意思 你現在無症狀 我通通不理你的啦 你知道嗎 你要病毒量夠毒 毒到快篩 告訴你 那種像 那種 你說這樣什麼東西 測向是流動性 我想像 測試避孕那種 快篩的那種 那種感覺 測試有沒有懷孕那種 對 都應該用那種圖片吧 好 它就是 點個快篩點下去 對 就這樣子而已 這種就是 以前會覺得快篩不準 是因為你病毒量 明明有 可是它測試不出來 可是要病毒量極高 對 無症狀感染者不理你 對 就這樣子而已 如果是邁向我講的第一步 對啊 所以台灣以前也不用緊張 是 為什麼不用緊張 現在有幾十萬 甚至三百萬人得到 通知啊 你不要唯眼聳聽 上百萬很多 對 至少幾十萬 我認為是這樣子 好 韓國好像六七十萬吧 處理人口數 台灣幾十萬人得很正常 對 現在美國也突破 單日一百萬 是啊 很恐怖 單日一百萬 現在台北不到 一千五百人死掉吧 所以 這個我都跟你講 未來的規劃 這個規劃 你要找我 因為我了解疫情 因為以後會回憶多變 為什麼 後疫情再發生哪些事情 到底七次的銷量 會不會就回來了 是 還是持續 還是持續下滑 去年的持續下滑有什麼原因 燈光有點暗 來 去年的持續下滑有什麼原因 去年的持續下滑 是因為 是因為 那個 是因為產量不足 是 那今年如果產量回來怎麼辦 嗯 產量回來的話 會不會 可是現在銷量下滑 所以後疫情實在 你要考慮的事情太多 所以你一定要鎖定我節目 因為只有我這能力 我連疫情我都可以規劃了 疫情後的股市 我規劃不了嘛 對啊 投資長之前就有講過說 未來全球政府一定會受不了 一定會解封 其實就像剛剛那個英國的那個 報導一樣 而且他有特別講到喔 說因為 為什麼要取消 就是因為這些規定 會影響大家 不想要來旅遊 是啊 所以他就真的是因為經濟受不了啦 就跟你說的一樣 是啊 因為他知道全面開放啦 他知道這個 就沒有 就像流感一樣 我這邊像神經病一樣 看到就隔離 看到隔離 大家都不要做事就好啦 是不是 所以你想想看 你要怎麼樣分析師 好物市集 好物市集的商品 有產銷履歷把關 有國家認可檢驗單位檢定 有投保產品責任險 有把關 有檢定 有責任險 您在乎的 我們比您更在意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一切的一切都預告在前面 那個男人是誰 他是郭哲榮分析師 是全台灣LINE粉絲人數最多 也是唯一經濟日報 選股冠軍紀錄保持者 擁有無人能敵的單記績效 188% 歡迎加入我們的LINE 小老鼠S178 小老鼠S178 擁有你現在錢 給你最獨家的預告 把握最長標股搶先進場 你想賺錢嗎 歡迎來電查詢 080066-8085 要選就選第一名的分析師 快來電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我一切的一切 我預告在前面 同樣我一直跟大家講 好 所以這個關係你看 邏輯是思考的 所以這個你看 那外資求好是買盤 今天外資會買 我跟你講 今天外資喔 我們用外資買不買 來看一個鑑定 今天台股是跌多少點 跌132 謝謝肉依 跌132點了 今天外資只要沒有賣超100億 都算強勢 基於這句話 不要賣超100億 外資有沒有可能沒有賣超100億 嗯 是有可能喔 甚至你說有沒有買超 我覺得買超是有機率喔 是 大概四成 四成算多啦 因為我們今天跌那麼多喔 對 如果外資今天真的是買超 那天啊 那台股 我可以確定喔 台股是非常容易噴出 為什麼說四成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好 233年台積電最後有沒有拉尾盤 有 很明顯有人在買嘛 喔真的耶 跟昨天也不一樣 我不會說100% 因為其實今天不認識台股店 不認識鴻海都跌嘛 是 可是如果今天外資是小賣 譬如說小賣100億 甚至小賣50億以內 甚至買超 我跟你講這行情還會走下去 外資就是我一直說的 求勞是怎麼樣 買盤 你看喔那個 他知道我講的話很容易吸引仇恨喔 公安時報給我下那個字 字眼喔 給我下標下的蠻精準的 所以你看一件事喔 所以外資喔 連續11天買超 已經買超1383億了 跟哲哲求勞嗎 哲哲只是看的比較遠 我只是看比較遠 Way and see 同樣 來 你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今天是不是有新聞來了 肉依士新聞來了 來我們看一下喔 好 這今晚會的相關數據資料有沒有 外資封台灣12年之最 對 淨衛入210億元 這個我早就講了 其實這標題 其實有時候你看我節目 你可以不用看金金公公商 是 我來看就好了 好 我來看就好了 不開玩笑啦 如果你想有資於投資的人喔 的投資資朋友們 你一定要買金金公公商 是最基本的 金金公公商 也要看一下 好不好 所有的新聞都要看一下 外資淨衛入210.5億元 有沒有 你們的喔 這我有沒有講過 你看外資淨衛入210.5億元 所以我那時候說過 所以同朋友很多說 投資長 那你是想什麼 外資9214買盤 你想想看 你匯入那麼多 明明一年喔 匯出去喔 官司鼓勵加賣超 要一兆資金了 是 結果居然淨衛入600多億 一來一晚差了1.6兆 對 所以他不是買 他不是淨衛入600多億喔 如果把 匯出去也算進去 是匯入 是匯進來1.6兆 如果你聽懂我意思嗎 對 是匯入1.6兆 然後可能你那些鼓勵 加那個賣超金額 又匯出去了 1兆 所以淨衛入6 6什麼 600多億 說說6000多億資金 對 211美金嘛 是 你懂嗎 同朋友你懂嗎 對 所以你要懂我邏輯 那居然在這個情況下 你匯進來的資金這麼多 外資當然會求老師買盤啊 是 邏輯 邏輯很重要 所以你要今天看新聞 我要重點呢 因為管播時間比較短 今天講不到股票 因為股票也是一樣啊 我講一下股票 這個節奏都會亂掉 不管啦 反正你如果管播喜歡我 你就直接訂閱我頻道啦 反正我按照我的節奏 我不管 明天開始 下禮拜開始才會管播接受 好 我 管播時段我就不講股票了 隨便你們 好 今天啦 以後我會正常 下禮拜我會正常 我要講 我要按照我自己的節奏 今天這個標題叫什麼 聯準會踢台股一腳 對 投資人該怎麼辦 那我先給你邏輯跟結論 好 因為今天很多人覺得說 哇 聯準會踢台股一腳 投資人該怎麼辦 因為很多看到新聞 看到財經新聞 說 三月要升級怎麼辦 喔 投資人很早以前就預告了 是 所以如果今天你看到財經新聞 跟妳講說三月要升級 那就不認真 喔 來我們來看兩個件事情 來 好 第一件事情 不是我要臭屁喔 我其實就是想三月要升級 我們來看一下 喔 當然不是要去叮誰又是誰啦 好不好 不能說不認真 我說到今天還這樣講的話 就不認真了好不好 肉眼聽得懂意思吧 嗯 來來 就是說今天台股 今天台股碟是因為三月要升級 你看是什麼 這是1月4號 是 今天是幾號 6號 來 你聽得懂嗎 所以我在觀察 那現在三月就可能升級 好 三月就可能升級了有沒有看到 對 有講啊 三月升級 所以今天很多新聞說三月要升級 那你台股跌 不能這樣講 不能這樣講 我希望你節目一定要懂我的邏輯 為什麼不能這樣講 我剛才看到是1月4號的重播嘛 來 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我們說不能這樣講 很簡單 因為本來三月就要升級 我本來就不能到 因為什麼 在昨天之前三月升級的機率是62% 61% 對 因為維持現段是38% 嗯 維持現段38% 這是0到0.25% 對 就零利率的一個的機率 將近39%這樣 39% 所以 所以還有61% 61%是 不是維持現段 就是升級 好不好 好 現在現在FED的一個會議紀錄公佈以後 從38變32 有增加很多 有升級機率有增加很多嗎 沒有 從61變成多少 67嘛 對 那增加很多 本來就要升級了 所以他的結論 FED的確定踢台骨一腳 可是他的問題不是這個問題 嗯 你知道問題是什麼嗎 他的問題是他三個步驟同時做 三個體驟步驟 對 縮減構在 對 然後 然後 所以在後馬上就升級 是 然後馬上升級以後 馬上縮表 縮減構在跟縮表差在哪邊 縮減構在我是1200億美金 我只要跟你講1200億美金 我每個月要買債券買1200億美金 對 我買了美金怎麼辦 誒說我買債券怎麼辦 我印鈔票給你 是 鈔票丟到市場上去 嗯 那市場上的錢是不是越來越多 我買債券 丟鈔票 我買債券丟鈔票 我本來買1200億的 美金的債券 丟鈔票 我現在變買800億美金的債券丟鈔票 是不是越買越少 可是市場上錢還是多啊 是 現在就算 那我多那麼多怎麼辦 我買越來越多債券怎麼辦 我要縮表 對 縮表怎麼樣 這些債券到期以後我要持有 我不持有我要賣出去的 對 賣出去又怎麼樣 錢拿回來 賣出去以後 錢拿回來 就這麼簡單 三個緊縮 所以這個三個緊縮 第一個 縮減構在 對 然後三月升級 三月升級 縮減構在以後 然後結束馬上三月升級 是 然後升級以後 馬上怎麼樣 縮減資產負債表 反而縮表 縮減資產負債表 縮減資產負債表 那些買的債券到期我不買 是 這三個都在同時在今年進行 這很快 為什麼 因為從來沒有這樣過 以前縮減構在到升級 還有好幾年時間 是 升級到縮表 2015年才升級 是 到縮表 還有兩年多的時間 還有兩年時間 這麼久 到2017年10月應該說一年 差不多一年多的時間 所以你看像同時間 三個步驟 都一起來 人家是還要花四五年以上的時間 他要一起來 你聽得懂嗎 聽得懂 所以這隻腳步很快 同時間 打三拳你知道嗎 所以台股難怪跌 這個原因 你懂我邏輯嗎 所以你想想看 所以邏輯思考 知道這個邏輯思考 你要想一件事 如果這樣邏輯思考 沒管人創新高 那今年股市真的 真的是大豐收一年 好不好 照理說這個是要 要跌要崩 代表說升級 來得比它又急又快 不是升級 就通膨來得又急又快 可是通膨會不會笑話 會 因為OMOCON會終結疫情 結束這一切 好不好 記得我預告 所以這個邏輯很重要 解盤解了19分鐘 我們最後來看一下 最後的股票 心盈就一波到底就是要噴出去 你這邊該買就買 好不好 6187的萬潤 你這邊就是該買就買 好不好 因為整個 整個台積電資本支出 資本支出概念股 最強的其中兩個 就這兩個 好不好 這你要記得我說的這些話 好不好 那你說通膨大 年電怎麼看 年電一直回檔 你完全不緊張 年電今天是紅K 年電本來就 跟台積電一樣 不是天天標 你要有耐心 那今天要有新聞說 友達這個報價縮減了怎麼下滑 因為台股畢竟弱 可是你其實根本都不必緊張 好不好 現在股票難做 可是相信我過完年後 它就會直線噴出去 我再講一件事 如果到時候讓我發現 外資買超很多的話 同朋友 那你真的是 賣超73億 所以投資朋友 你去想想看 你要資產分析 趕快加入我們航店 好 進廣告囉 您在乎的 我們比您更在意 立即上好物事集 02-2362-1968 一切的一切都預告在前面 那個男人是誰 他是郭哲榮分析師 是全台灣LINE粉絲人數最多 也是唯一經濟日報選股冠軍紀錄保持者 擁有無人能敵的單記績效 188% 歡迎加入我們的LINE 小老鼠S178 小老鼠S178 永遠你現在前 給你最獨家的預告 把握最長標股搶身進場 你想賺錢嗎 歡迎來電詐詢080066-8085 要選就選第一名的分析師 快來電080066-8085 080066-8085 今天將上市貴股票寬鬆 且無每日漲跌幅限制 投資人應審慎評估是否適合投資